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一场学运已经让过去的同志如今得分道扬镳了吗 这会不会是他们踏入台湾政治圈的基石呢 当然梵婷两人难得愿意在电视台的节目上面合体 我们也整领了很多网友跟观众朋友的问题 等一下要一一来严加拷问一下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目前就读台大政治所 导国前进的发起人林飞凡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现在就读青大人文社会学院 也是导国前进的发起人陈伟廷 大家晚安 好 这是陈伟廷跟林飞凡两个人 第一次在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合体 算是相当难得 而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国民党的代表冯一超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接下来呢 这一位呢也是在318的学运当中呢 其实一直都看到他的身影 他也是反核不易于力的地球公民基金会主任 台湾绿党的中职委蔡忠岳 忠岳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当然今天四位来宾到现场 我们要谈的主题其实相当的明确 那么这两位年轻人 他们带领着许多的年轻人 在3月18号创下了台湾的历史 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是今天在台湾也发生了一件 这是让大家非常震撼 也是台湾史上头一遭的捷运砍人事件 今天下午在台北捷运的板南线上 短短一站的距离 从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 5分钟的路程当中 发生了疯狂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持刀砍伤了25个人 根据我们现在所接到的最新消息 已经有3个人死亡 还有7个人重伤 另外15个人轻伤 现在都还在医院急救当中 那么这名凶贤是现年才21岁的东海大学 二年级的学生 他正在江子翠派出所来接受征序 我们立刻来看看这起事件的最新发展 连线给记者郑英平 好了 主播今天下午发生在捷运上的连续杀人案 现在的死伤人数也有更新的数据了 在今天晚间8点左右 位于亚东医院的另外一名理性的妇女也被宣告不治 所以整个伤亡的人数已经变成4021伤的采矿 整个案件在今天下午4点35分发生在捷运板南站的江子翠站这个部分 也就是凶贤郑洁呢 现在已经被警方逮捕 正在现在的江翠派出所二楼进行征讯 而这名凶贤呢实际上呢是预谋犯案的 他从今天下午今天中午从家里离开之后呢 随即到了超级市场买了两把水果刀 就搭上了捷运板南线 甚至他一路的勘察路线 从江子翠站一路坐到国父纪念馆站 随即折返 来到龙山市站车辆启动之后 开始进行他一连串的杀人的动作 而为什么从龙山市开始杀人呢 实际上呢整个捷运板南站呢 从龙山市站一直到江子翠站 这段时间列车行驶的时间是最长的 有五分钟的时间不靠站 所以呢凶贤呢 有更充足的时间能够来犯案 而这名正捷凶贤呢 从第三车厢一路杀到第五车厢 甚至到第五车厢跟民众对峙之后 当捷运车厢打开之后又杀上了月台 一路到达了捷运的出口闸口才被压制 而这样凶残的行为偏离社会性的人格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而他现在的身份呢是属于东海大学的学生 而东海大学这边也表示呢 东海大学的主任秘书曾经发现 他确实有反社会的情节 在这个月月初还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对他进行辅导 但是呢似乎看来是没有效果 而另外呢可以在国防部方面呢 也证实呢这一名凶贤呢 过去曾经就读中正理工学院 后来呢是因为成绩不理想 被二一之后退学才转学考 来到了现在的东海大学 而在征讯的过程当中呢 警方是表示凶贤不但对整起犯案的过程 没有悔意 而且呢整个情绪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静 而凶贤也对警方表示呢 他从国小开始呢就想要干 类似像这种杀人的大案 而整个事情呢一直在脑海里面打转 原本是打算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才会犯案 结果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突然改变了心意 决定在这个时候犯案 而实际上呢他的家就住在板桥地区 由于地缘关系的影响 就选择了捷运板南线犯案 而整个过程当中呢 在被警方逮捕的时候先进行酒测 他身上是有0.04的酒精反应 不过呢是闻不出酒味 他自己也表示呢 他只有喝气泡水并没有喝酒 所以他在整个行凶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非常清醒 也相当的理智 而过去呢在警方的调查当中 并没有精神科的就诊记录 所以整个的犯案过程 他整个人隐藏在社会当中 简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而经过最新的了解呢 这位正姓凶贤的父母亲也对外透露 这个正姓凶贤本身就是个宅男 平常也没有什么朋友 平常呢最爱在家里面打电动玩具 而玩具电动玩具的游戏呢 就是玩杀人格斗游戏 可以说是相当的残暴 而这整个的情绪的影响跟反应 为什么会铸成这样的大错 到现在为止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而检方呢也在稍早呢 也就是8点15分的时候来到现场 也直接对警 也直接对近凶贤进行询问 当然在压制正姓凶贤的几位证人 也有到达现场 所以整个的调查过程 还在江翠派出所的二楼进行征讯当中 随即有更新的情形呢 随时为您掌握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状况 镜头交换棚内 我们看到来自于江翠派出所 一个最新的状况 是凶贤还在征讯 而他的弟弟也来到现场 看到了哥哥犯下了捷运大屠杀的案子 他忍不住掉下眼泪 他可能不敢相信 事实上所有全台湾的观众 所有的台湾人 没有人敢相信 一个人靠着一把刀 竟然在捷运上犯下了如此重大的杀人案件 而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个人 两男两女不幸死亡 另外还有六人重伤 仍然在急救 还有十五个人庆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天下午的四点多 当时就一站的距离 从台北捷运的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 真的只有一站 这一站是板南县最长的一站 大概有五分钟 所以当时乘客说 他开始疯狂砍人 连砍了三四个车厢的同时 大家根本无处可逃 因为是正在行进的车厢上 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可怕景象 身穿红衣的郑姓男子 右手持刀在江子翠捷运站月台上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左方身穿灰衣的乘客 见状不对 转头就往后头跑 郑姓凶贤不放弃 杀红了眼 锁定目标再往列车前头走 前方群众看着刀往自己来 躲进楼梯下方藏匿 这时右后方捷运战务人员 已经当众吹哨警告 但郑姓凶贤却冲耳不闻 持续向前迈进 让楼梯下方躲避的乘客 把一旁物品当掩护 还直接拿铁椅往外头砸 希望能喝止凶贤疯狂行进 拿只郑姓凶贤不痛不痒 一个转身跑进楼梯下方 让里头的人赶紧冲出来 这段惊悚又失控的画面 被二楼乘客当众拍下 手还抖到一度 无法自给 大概有175公分左右 拿了一把刀子 大概有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查 那么他下了滑江桥站之后 他就继续追着 这些旅客 继续在车站里面 有点类似像悬逛 寻找目标这样子 目击乘客还原情景 鱼记犹存 因为当时郑姓凶贤一路左摇右摆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拼了命继续往车头方向冲 其他乘客吓得花蓉失色 拔腿就跑 战务人员警示声再大 依旧吓止不了郑姓凶贤 等到确定凶贤走远了 才敢为月台上 躺下的受伤乘客紧急救护 再看一下正义乘客们 向制服郑姓凶贤的景象 就知道当时场景有多失控 接着台北众老报导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人 看到这样的新闻 第一个的反应都是不敢置信 然后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四位 四位都是年轻人 在座谁最年轻 我 薇婷二十四岁 二三 二三 好 哪一位最年长 非凡二十六 二十七 二六 对 我三二 三二 二七 所以可能是三十二岁 算是最年长 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我想要知道 今天的这个凶贤 他落网之后 其实大家非常的亚裔 为什么 因为他才二十一岁 他是东海大学 环工系二年级的学生 而刚刚也看到了 他说他从小就想干大事 而这就是他所谓的大事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几位年轻人 大事 你们干的也是大事 你们今天听到的 这个新闻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非凡 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大概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我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知道捷运站里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方面很震惊 但二方面其实 也一直在思考说 到底这个年轻人 他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动机 那他到底是平常 遭遇到什么样的处境 所以以至于他有这样子 一个人格 或是某种情况 他现在的心理状态等等 那我想很多人 今天在网路上面 开始有一些评论 是说针对他的个人 是不是心理状态有问题 是不是生病 是不是有用药 等等之类的一些评论 但我想我们可能 还是要必须很细致的 然后很仔细地去看待说 整个台湾社会 目前的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到底对于这些 台湾年轻人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 这个冲击 那我想我们可能 我不太赞同说 我们只是单纯的 就一个单一的 个人的角度 去检验说 他这样犯案 是因为某种 成功个人上的因素 个人心理因素等等 我觉得应该更 仔细地去看待 这整个社会结构 到底对台湾年轻人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想要讲的 就是说 可能很多人心中有不满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年轻朋友 大声说出他们心中的不满 对于社会的不满 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 对于政府的不满 或者是对于自己 身处环境的不满 但是不满会用 这样激烈的手段 来表现 这到底是 什么出了问题 社会出了问题 教育出了问题 还是个人而已 可以紧紧地来看 就是个人的问题吗 韦婷 你觉得怎么看 对 我觉得就是说 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大概就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看到的现象是 在新闻媒体上面 像刚刚这个 就是新闻报上面 所呈现的 就是说他描述这个 杀人凶手的时候 在谈 在描述他的动机的时候 讲说他的心理不正常 讲他就是一个宅男 或者讲他就是 就是要做一个大事 然后把它描述的 好像是一个 就是很冷血的 这样的杀手 这是第一个现象 然后第二个现象 是看到的事情就是说 那看了媒体 这样的报道之后 在脸书上面的转播 大概在转贴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 很多的朋友 会开始讲说 这个人就是应该要 判死刑 这个人就应该 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声 让他付出他所付的代价 这是我看到的两件事情 那我的想法是就是说 对这样的现象 我们是不是可以还一还 我其实无意为 对这个郑杰辩护 因为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无意为他辩护 我认为他应该受到 应有的惩罚 但是我也对于受害者 我也对这样受害的现象 感到非常的震惊 也感到很痛心 但我一直认为说 当我们在媒体 每次在处理 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第一时间把这个凶手 就把它描写成 好像个人的心理的因素 把它描写成 就是一个冷血的凶手 然后用片面的资讯 事实上这些所有的资讯 来自于警方的转达 到底哪里来的 为什么警方可以 在征讯的过程当中 就把这些片面的资讯 放给媒体 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放大 为什么 一些片面的资料 就可以去 好像让所有的社会大众 就把它定性成为 一个这样的人 而不会去 而不是引导 社会大众去想说 为什么我们的体制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比方说我们看到 在东海大学 他说有辅导 有做这样的辅导 可是也许我们可以去问 进一步在媒体的第一时间 你可以进一步问的 可以是去访问东海大学 到底你们的心理智商的机制 你们的辅导机制怎么做的 而不是为了收视率 然后你就开始去 一再的炒作这些 片面的相关的印象 然后加深观众的刻板的印象 我想可能不能说是 在这个第一时间 不能说是炒收视率 因为从下午到现在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起事件 大家也没有愿意看到 这样的状况 但是刚刚我一天也讲到了 东海大学他到底 有没有做好辅导 那么因为东海大学 刚我们看到了访问说 他们其实有发现 他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特质 其实反社会人格 这个几个字 可以放在很多地方上用 就像各位 其实各位 很多人也觉得 你们有反社会的人格特质 为什么 因为你们做的事 是一般人不做的事 钟月娱怎么来看 这个反社会人格特质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起事件当中 确实今天大家看到的新闻 都非常的震惊 或者是难过 那不过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一开始最开始说 这个人可能有点酒醉 因为他在晃来晃去 然后是一个宅男 他过去的生活 念过什么样的学校 这样子 然后又有反社会的人格 可是我会认为 在事情都还没有很清楚之前 这其实都是一种标签 就我们好像对于 有的人说 他是不是有用精神病患 那就是一种对精神病患的 一种歧视 我必须说是这样子 或是对酒醉 或对于宅男 这样其实是因为 我们会把这个人想象中 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可能他有一些特别的特质 然后想办法去标签 可是我觉得因为 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 其实所有东西 都还是转述的 并没有获得一个 完整的一些 正确的资讯的揭露 所以在这边就说 譬如说这个是反社会的人格 或者是体制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点太快了 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很静下心来看 这个事件 可能造成了一些 什么样的结果 那不过 这样的东西也凸显 其实台湾社会 我们很急着 在每一次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就下一个 可能样的判断 或可能样的标签 又譬如说反社会人格 这个东西要如何定义 或者是有人说 这是一种边缘性的人格 这样 他确实在医学上面 可能有一些 基本的定义 像我自己念社会工作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是有一些定义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特质 或是学校 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做说明 我认为他到现在 这个时间点 都不是很适合的 所以我们其实 当面临到这样的 一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可以先 有的人会检讨说 节约里面的 这个警卫的机制 有的人认为说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为什么 我相信这可能 还要需要一些时间 慢慢的来去理解 这个时间点 就来做一些判断 或是一些说明 我觉得都比较 限于情绪化 不过说真的 当然有关于这个人 他本身的状况 真的是需要 进一步的来了解 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的状况 我们看到就是疯狂的杀人案 但是当然在第一时间 我们也在检讨 就是说 在第一时间 捷运上要怎么样 预防这种状况 其实前一阵子 也有在讨论 前一阵子就在讨论说 捷运上 它跟飞机不一样 它没有办法 做事前的安检 之前就有人说 万一有人带了暴猎物 或者是带了刀子上去捷运 发生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 那时候捷运警长就说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上飞机前做安检 结果没想到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另外一个就是 捷运警察的配置 那么前一阵子 不是很多人 没事就说 要去瘫痪捷运吗 那时候就有讲到 捷运警察配置 说台北市的捷运 其实大部分网路线 其实都是在新北市境内 但是警察都是 从台北市这边的配置 所以人力是不是不足 今天我们看到 在这样子 最善发生的事情 是台北市的警方赶过去的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今天包括到目前为止 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台北市长郝龙 平通通都出来作证 我们想问一下宇潮 你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 是不是还有这些部分 其实是大家更会担心 未来搭捷运 会是我们所害怕的事情 今天已经好多人说 不敢搭捷运了 当然当然 这种事情会发生 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可是我同意 刚刚中越讲的 刚发生 大家还在调查当中 先不要下太多定论 不要去讲说什么 他精神病啊 或宅男什么的 这些都不要去下 等警方调查完 知道为什么了 再去讲 那你说那个 捷运警方配置 捷运他是 320万的人次 每天 说真的要去配警方 这个是 安检上面有他的困难 这个不是简单的 就是说我派警察去 就可以去 这有很多 相关议题之类的 要去讨论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 慢慢讨论 先不要太快下定论 这是重点 先不要去讲说 什么警方不够啊 什么这个不够 那个不够 确实已经让大家 会有点觉得 惊恐了 因为其实在刚刚已经发现 今天晚上的捷运站 人比平常少 非常的多 这一定会造成社会影响 所以还有很多人说 以后搭捷运 不要看来看去 不要再听耳机了 不要再低头滑手机了 免得你旁边发生 什么事情 通通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这样 要等一下要来讲到 就是说 其实在你们的眼中 不管怎么讲 不管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人 我们不是在 就像你们讲 不是在为他辩护 但因为我们不是 很了解他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要为他 下定论 但是在你们来看 这是不是个暴力事件 他不管今天 有什么样的不满的诉求 这是不是一个暴力事件 我想这是 很清楚的是一个暴力事件 这绝对无庸置疑 就是说 毕竟他这个 这个暴力的形式 非常的具体 他还拿到 真的是吃刀杀人 这件事情是相当具体的 我想这个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去替 这个凶险做任何的辩驳 但是我实在还是 必须再强调的是说 其实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间点 台湾社会 大家觉得要多数的 这个一般的公民 在电视机前面 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其实我相信 所有的台湾的朋友 都会感觉到非常正经 但我只是认为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 真的必须在这个 震惊的过程当中 很理性的 甚至说很冷静的 去面对 现在我们眼前 所见到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 好 非凡刚刚讲很好 他说我们现在要 在理性冷静的来讨论 现在看起来 很混乱的一个状况 讲到这个理性跟冷静 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理性的 但是显然有人不这么认为 昨天是520 是马总统就职六周年 他在他的就职的演说当中 应该说就职满六周年的演说 特别也点名到了 之前的学运 他们认为这些人 还是不和平不理性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的是 所谓的理性和平非暴力 每个人都有主观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让他们来讲讲 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性 他们的和平 他们的非暴力 以及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还有我们要再看一下 这起捷运疯狂杀人案的 最新发展 稍后来 好 欢迎回到人民做主 谁敢不服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肖童文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 刚刚也看到了 是非常难得 合体的林非凡跟陈维婷 这两个人 其实在今年的3月18号之前 大家对他们的印象 虽然他们还是常常出现在 一些抗议的场合 但是他们是个大学生 但是从现在开始 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么在3月18号 他们开始发起了太阳花学运 直到现在 他们又做了新的组织 那么其实在这段时间 两个人已经在全台湾 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那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们当然也经历了 这人生当中非常特别 也非常不同的一段人生经历 那么两个人其实在 之前有对外界录制了一段自白 那么蛮爆笑的 我们来看看 听到要录自白上传YouTube 学英总指挥林非凡 一改扑克牌脸 表情一变对着镜头 一个劲的傻笑 我都脸那边水肿 捏捏双颊要上镜 形象不能不顾 瞧好机器开始震惊巴白起来 这个礼拜四的下午六点 我们会把议场 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交还给这些国会议员 不想被冠上 凡神两个字 林非凡很谦虚 很多人把我跟陈维庭 太过神化我们了 然后很多焦点放在我们身上 我觉得 这是其实蛮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听这个手声音 这样可以吗 平常台上发言很镇定 不过一碰到机器 总指挥陈维庭 有点乱了手脚 当一个成本已经慢慢的在提高 然后诉求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认为 就是我们做出来判断 就是现在是一个退场的一个时机 拿着迷你卖一边卖萌傻笑 陈维庭也很配合 十分钟的自白 瞧他一个劲的剥头发 看上去心情不错 很谢谢大家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就很可怕 还有什么 我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说是忐忑 倒像是卸下了大石 学运倒数一段真情告白 也让外界看到了两个大男孩 台面下真性情的一面 记者综合报道 我可以请教一下两位 这段画面是什么时候录的 我忘了 退场前两天吧 退场前两天 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很轻松吗 我看你们两个看起来 还担心自己有没有水种 还蛮轻松的吗 那个时候 不是因为那原本是 那个跟网友 想说网友 那应该没什么看 对啊 对啊 所以想说是轻松一点 其实退场前 应该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但其实也是任重道远 因为就像你们说的 这不是一个结束 是令人的开始 但讲到开始 我想要回过头来 讲一下最开始 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318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 你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你说那完全是一个意外 但是可不可以讲过 那到底是不是一场预谋犯案 问一下 我觉得其实318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说其实这整个服貌 从去年的6月份签署之后 然后一直到7月 然后经历过了这整个 几乎长达半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318当我们冲进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进到国会议场里面 在冲进去那一刻 我们可以说他梦想上是个意外 是说我们的确没有 没有设想到说 我们真的能够这么顺利的 进到国会议场里面去 但是有想要进去就对 对那当然是一个 我们事前的确是有规划 有一起讨论 那甚至认为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到国会里面去 对但是我们的确没有想象到说 我们可以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进到 顺利的进到国会议场去 然后占领国会 对那他当然还是有点 是蛮意外的 那韦婷 所以其实这并不是像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你们是到了现场发现 没什么人就进去了 事前还是有想过 还是有规划 那时候分工是什么 还有冲进去之后 是不是一开始 其实是觉得 有点没有头绪吗 还有因为其实那天进去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对不对 对 就是经过 有经过一些规划 但其实没有经过 很长时间的规划 事实上就在前一天的下午 才讨论出来 对那 那也没有想过 真的会冲得进去 因为过去 其实我们也在 好多次的内 包括媒体垄断的时候 在审查法案的时候 大家也想设法 进立法院去抗议 但是 那前面几次的经验 都是说警察很多 所以你不大可能 真的跑进去 那那一天 就是真的 大家终至成城 就不小心 就冲进去了 对那进去之后 当然 进去之后 所以其实事实上说 很多后来媒体来问我们说 你们是不是经过 很缜密的规划 但看起来 好像外面的这些运动者 好像大家就紧然有序 很快的到第一线的位置 那事实上 这不是经过 事前缜密的规划 过 但是为什么会 有这么大的声势 其实是仰赖很多人说 就仰赖很多的公民团体 包括在我身旁 身旁后 旁边这位蔡忠岳 就仰赖很多的 公民团体的努力 大家在第一时间 各就各位 然后过去很多年 累累记起来的合作经验 让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大家组织起来 那包括现场很多的参与者 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来 大家才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撑了这么久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 就是其实进去的人 还蛮多的 大家彼此之间 并不是互相认识 所以你们进去之后 其实必须要经过 一段时期的磨合吧 就是彼此之间 但为什么会最后选出 林非凡来当作 感觉上是 对外的发言人 其实那个时候的状况 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 我们一刚开始在 准备进攻 议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分了 分了三路 那我跟韦庭 刚好分别在 青岛东路 跟她在济南路 所以我们两个 其实是负责工作 就是指挥青岛 我是指挥青岛东路 那边的人 第一时间翻墙进去 那我一定是负责的 就是济南路的部分 所以一刚开始 进到议场的时候 的确我们有一些 初步的干部的分工 对那包含说 这个 对那有些涉及 法律问题的东西 我可能就不方便讲 那就是说 我们的确一刚开始 在这个 进议场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一些 初步的分工 当然没有那么想进 而且大家也没有想过说 会这么快速的 就能够 这么顺利的 就能够进到议场里面去 所以进到议场里面之后 大家其实 其实有 在做了另外一次的分工 对那一次的分工 其实有非常多 以前学运社团的干部 大家一起集合 一起来讨论 所以那时候 包含说第一个晚上 其实我们非常担心 第一个晚上 就会被警方 强制驱离 对那那个时候 也风声鹤唳 包含说 其实有很多的 有很多一些 外面的老师 也会劝我们说 我们要赶快出来 自己出来 要不然到时候 警方会用 催泪瓦斯登陣这些 用强力攻坚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蛮风声合理 那但是 当然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是 蛮有决心的 而且觉得说 进来 进来到议场里面 那我们就是 坚持下去 守住国会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其实有分工说 比如说 假设我被抓的时候 就麦克风换给 交给陈维婷 那时候你被抓的时候 麦克风交给谁 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有 大概这样初步的分工 那当然后来状况是说 我们成功守住 第一个晚上 那后来状况 就比较稳定了 陈维婷 为什么是 林飞凡吗 为什么不是你吗 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出来 对外讲话 感觉上 学运领袖的 第一个是 不是陈维婷 是林飞凡吗 对 不要调拨我们 不是调拨啦 因为其实你们在 对 第一时间当然他 也比较有那种 现场场控的那种经验 对啊 反正就对 就反正第一时间进去的时候 刚刚讲到说 分工到那个 要去拿麦克风 大概是我们两个 加另外一个同学 对 对那 那因为刚刚排下来 次序就是这样 因为在之前合作的经验上面 然后媒体垄断了什么时候啊 因为他就是反正 就是现场比较有霸气 这样 可以做出很快的决定 但也因为就是 因此背了很多黑锅 但是 对 反正就过去合作的经验 就一个默契这样子 可是在里面 其实这么多天 而且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这跟你们过去 完全不一样 因为真的所有 因为你们 真的干了一件大事 所有全台湾人 每天都盯着看 我们的 我们的摄影金 那时候是24小时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24小时 在议场的二楼 对着你们拍 一举一动 所以那时候后来都开玩笑说 警方搜证 搜证 绝对没有做得比这个新闻台好 因为新闻台是24小时 对你们 那个压力之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你们是昔日的战友 我想问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自己彼此之间 有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有没有过 我的印象中比较少啦 比较少就还是有嘛 有为什么样 我印象中 就是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大的增值 那我想因为 这场运动里面 其实我觉得 在运动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参与决策的 重要的干部 大家其实 大家其实意见 比较少有 非常强烈不一致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其实 也并不是说 我也不想去过度美化说 这是一个什么 多完美的团体 大家意见都完全一致 就是完全是一个一言堂 这样 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当时候的运动的状况 就是的确它是一个非常高张力的状况 然后有很多的决策必须要很快速的很精准的去做出决策跟判断 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但是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说到整个运动的内部的路线的很强烈的分歧等等 这倒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严重 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一定会有意见不合 但是不见得是你们两个意见不合 可能是你们跟其他的同志们意见不合 但其实这些同志们跟你们过去很多的运动都是站在一起的 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浮上台面了 有时候让大家看了也是觉得说 可能你们自己心里面都会觉得不是很好受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们觉得最难以忍受的是什么 是觉得在过程当中同志现在要各走各的 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楚门的世界一样 24小时被人盯着看 你们觉得最难以忍受的 现在回顾那段时间 对我觉得就是说 同志各走各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会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社会运动的过程里面 其实那个大家多元的团体 大家有各自的各的团体各这个目标去做各自的行动 其实这还是一个常态 就过去我们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反正它在一个这种特殊的时间里面去集结起来 大家有共同的意志 然后很快速的决策 然后可能没办法去顾及多元的或大家团体间的讨论 这还是一个变态的状况 所以你说我觉得最难受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这种变态的状态里面 包括说决策的过程里面 你没办法去实现 讨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决策的机制 这是我的确觉得很痛苦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摊开来给大家检视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 团体当中有不同的意见 决策的确的确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探出来 探开来检视 然后必须被他看见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不能正成说 这个学运或这个运动就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所对抗的的确还是一个极端的不民族 极端的违反这些程序的价值 极端的违反人民的意见的一个政府 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存在 逼得我们必须用这样的方式 好像去很快速的回应他 但我觉得的确刚提到这些问题 是让我感到最痛苦 然后也应该让大家检视的事情 那可能接下来这东西也会让你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因为我对抗的是一个不民主的一个政府 可是这个政府的领导人认为 你们才是不理性 你们才是非和平 即使你们一直认为你们是理性和平 我们就讲到的是昨天520 520是昨天是马总统就职六周年 他昨天是选择在中南部 中部也是跟青年朋友座谈 那么在当中他再次的提到了 学运不民主不和平不理性 他说他在学运期间邀你们七次对谈 但是最后没谈成不是他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 那维庭马上昨天晚上就po了 先后po了两次在你的脸书上 po了第一次感觉上还不甘心 还要再补充一些 昨天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谈话 直接针对318学运再次下了这样的注解 对我觉得就是说他说要我们七次被拒绝 我觉得就很傲娇啦 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回顾一下 那个他要我们七次的那个过程 就是他那个要我们去 那时候我们提出来的回应就是说 我们要跟你面谈没有关系 我们愿意跟你谈 我们也愿意送你的邀请 可是我们有一个前提 那个前提就是你应该去松绑党纪 不要用你的党纪去控制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你总不能跟我们在一面 跟我们谈的同时 另外一面用安置还是用手去 这个控制你的国民党的立委 然后让他们无法回应民意 去承诺我们的诉求吧 我们蛮有现在把他就是 颠倒是非诚说我们拿议题 你一定要承诺我 你一定会退而服吗 我才跟你谈 其实我们没有 蛮有现在还在混淆视听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要请在场 唯一的国民党代表 一超要来讲一下 就是说到底国民党里面 其实有很多青年朋友 包括一超在内 他们又是怎么看 其实现在听到国民党里面 有一些声音 他们对于学运 他们是采支持的态度 是吗 是对于学运采支持的态度吗 还有他们怎么来看 服貌 因为身为青年人 但是又是国民党 到底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人民做主 谁敢不服的节目现场 我是肖童文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 是这次318学运的 两位学运领寿 林飞凡 陈维婷到现场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选择 在电视节目当中合体来登台 那么当然现在 他们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 就要逃过前进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看 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新的组织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 因为机会难得 两位一起在现场 所以我们也有 call in 电话 开放 02 279 6 6 6 06 那么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这两位的 直接问的 但是告白的据说 他们两个今天暂时不接 这样的电话 那其实在先前 我们也已经整理了很多 网友对他们想要提出的问题 同样的我们把告白的部分 先删掉 所以也删掉了不少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网友们他们比较 想要知道的有哪些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有关于你们现在 所成立的这个岛国前进 3月18 不对 5月18号才开的记者会 宣布正式成立 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运作 然后呢 其实大家还是很关心 你们跟政党之间的一个 合作的模式 与在野党的关系 这当然指的是民进党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如何分进合集 还有觉得318前的自己 跟现在自己有哪些改变 跟周遭以往朋友的关系 有没有改变 应该是有改变吧 不然不会另外成立一个组织 这我自己讲的我不晓得 等一下问问看他们 好 再来看的是 如果你们是马总统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一次的 反核四的事件当中 林英雄林先生 他的一个进食的行动 其实最后确实 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你们是总统 遇到了像这样子 跟你们阵见相议的绝食者 那你们又会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来化解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也是值得 你们来思考的 身为一个领导者 还有 学应期间有那么多的决策 哪些后悔了 哪些做对了 为什么 我们先从这两题来讲好不好 哪些决策后悔了 非凡 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很细致的东西 包含说其实我们整个决策机制的建立 其实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 整个运动后期 大概第一个礼拜结束之后 那个比较高张力的状况结束之后 才建立了所谓的那个NGO团体 大家一起召开 跟学生一起召开一个联系代表大会 那也才在后来才成立一个 所谓的这个九人决策小组的机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 决策 我现在很难去 很难去回顾说 我们到时候 那当时候到底哪些事情 我们觉得 后悔 我没有办法用后悔去 去形容 因为坦白说这个自己都还没有办法 整理得很清楚 但我自己会觉得说 有些的决策的过程 的确相当不细致 就是说包含说 我们在顾及到 就是联系代表大会上面 各个NGO团体跟学生之间 大家共同讨论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可能更大多数在 一场外 静坐守候 那他们可能 不见得有 那样子参与决策的 空间或可能性 以至于后来有一些 这样的声音出现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说 这整个运动过程当中 有哪些事情 让我觉得 很后悔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确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以做得更好的 是内部的 决策机制的建立 那包含说 内部大家 要怎样去表达 每个人 对于运动策略的想象 或是对未来运动 走向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是我们 在那个过程当中 做得很不好的地方 那我也坦白讲 我觉得那是 整个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 比较后悔的 中越 中越你们一直都 站在一个支持 他们的一个立场 那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 他们在这段时间 就像刚刚 非安所讲的 你觉得 你站在一个旁观者 但事实上 你又是 involve在其中 但是你又没有 这么的中间 站在旁边看 你觉得他们 有什么样的 决策是对的 有什么样的决策 是其实现在看起来 应该要再提出来 检讨 其实我觉得 在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一直不是 这两个人而已 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 大的公民的行动 包含刚刚在讲说 到底是谁策划 或是谁最后获得 这个所谓的这个 我一直觉得 非凡有今天这个位置 某种程度也是 媒体们一会多多听他讲话 所以最后他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 坦白说在整个 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其实都不太是 非凡或韦庭 两个人自己做决策 就决定了 他还是经过一个 合一的机制 所以其实我认为 在这些决策过程当中 确实就像非凡刚刚讲 有一些东西不够细腻 或者是有的时候 决定要离开 或是没有办法 跟广大的支持者 做一个交代这样子 那这个我也不认为是说 这个是有什么后悔 因为确实我们的经验当中 并没有经历过一个 这么这样长时间 而且高张力的 一个长期的群众运动 这个不只是 所以我相信在台湾 大概有这样经验的人 非常非常少数 所以确实在决策过程当中 这种沟通 跟大多数的人 一起做一些讨论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缺乏的 那这个可能是我认为 它在过程当中 是一个遗憾 可是我们也一直在讲 其实这个运动 不只是两个人 或者是一群人 它其实是整体 整个台湾公民社会 一起在创造这个运动 所以我认为 它纵使决策 可能会有一些后悔的 但是它这个 这些演进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某种程度 是要大家一起来承担 而不单纯只是两个人 要来负这些责任这样子 其实非凡他很谦虚 他认为说他做的 最不够好的地方 是不够细腻 可能让外界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像中越讲的 你们真的是媒体的宠儿 就是美光灯 一直对你们 当然对你们来说 是好还是不好 有利弊有弊 你怎么来看 就是大家讲的 造神运动好了 那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就是因为 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名义 或是观众的意见 喜欢你们 我们要讲的就是你的绿外套 你今天没有穿绿外套来 不过你知道你后来 换了这件蓝色的 这件衬衫之后 也是好多人在买这个 我们办公室就有不少人买 然后另外还有 围婷的你的捍卫T恤 也以12万的高价卖出 变成了凡神跟庭神 你们自己怎么看 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 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改变 就当初在卖T恤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蛮恶心的 我一直把它跌出去 然后不知道大家拿去拍卖 生活改变就是 对的确 然后走到路上 大家找你合照 什么的 对但 但所以有一次 看个电影也被拍 都没有自己的生活 对就是说 对啊 但对 大概是这些啦 那再回过头去看呢 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 对 对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 我们做过哪些决策 是感到后悔的事情 我觉得这边 对就是说 有一个让我感到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说在 363号在行政院的事件的时候 对就是说在这个运动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可能 有些人可能是 我们特别被看见 有些人特别不会看见 有些人是不只不被看见 而且还承担了很大的罪责 比方说在后来很多的媒体的 这个报道里面 在行政院的事件里面 被描述为他们是鹰派 我们是鸽派 他们自己想去冲 这件事情 但我老是说在这地方 我要第一次跟所有人说 行政院的那个冲突的事件 事实上在事前 要去负责这个行动的同学 来跟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情 那迪雷在那个现场里面 大家谈到说 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在行动的当下 大家会共同的宣称说 这是一个独立 两边是独立的行动 对但是 这是我的第一个后悔 就是说我们太天真 事实上不可能 它是两个独立的行动 那责任应该共同承担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在事情发生了过后 事情发生了当下 那个章下其实当所有这些伙伴在行政院的现场去负责很大的那些责任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应该去 我们那时候应该走出立院去现场跟他们一起负责责任 不应该让他们自己负责任 对那当然 只有感到很多后悔的事情 对 那觉得318前的自己跟现在自己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非凡 我觉得 一刚开始我们都没有想过说会是这个样子 包含说其实 在3月18号之前 其实我人是在谈谈写论文 然后 我自己以为这整件事情 大概318当天晚上 我们就来参与一个行动 然后大家一起 试着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也没有想过说 它会变成一个那么长时间的运动 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那突然之间我们两个 特别是我们两个又变成整个全国关注的焦点 我想对 我觉得这个坦白说 对所有运动参与者来说都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然后特别是当媒体聚焦在我们两个身上 就如刚刚韦婷所说的 其实说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力跟努力 但是他们却没有被看见 而且甚至这些没有被看见的人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那我就刚刚韦婷竟然讲到说 就是3月23号行政院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想说 也不只是行政院的事情 包含说当天下午 其实有一群人他们尝试着 想要进到议场里面来 那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我跟韦婷站到了那个 甚至中院那个时候也在 我们站到了青岛动物的立法院的侧门 然后我们把 我们把他们挡住 而且你们都哭了 对我们把他们挡下来 但是后来他们的处境就会变成是 我们没有想过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的确在 最后的媒体报道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变得好像 他们就是一群不理性的人 他们就是一群非常忙动的人 那我坦白讲 当时候的确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股怨气 会觉得 里面的状况都已经那么复杂了 为什么还要 你们还要 还要这么做 当时候心里面 我的确会有这股怨气 会觉得 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说 我们当时候这样子的表态 在全国媒体面前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伙伴 挡在立法院的侧门 外面的时候 他们接下来会面对到处境是 所有全国媒体 跟所有参与这种运动朋友的责难 那也包含行政院的事情 在第一时间我们没有站出来 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我想这是 我觉得我们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得很糟糕的 太天真的事情 其实整个事件到现在 对你们的生活来说 当然就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决策问题 那么也讲到了 其实可能跟周遭 以前以往的一些朋友的关系有所改变 所以在刚刚讲到了 好像因此切割开来了 以前都是同志 但现在不是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要来继续探讨这个东西 就是导国前进 这是你们现在兴起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 它到底为什么成立 那它接下来要怎么样的运作 那么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要接受观众朋友的call in 您可以直接把你们的意见呢 来问现场的几位来宾 02-2796-6600 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接call in 欢迎回到人民做主 谁敢不服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肖童文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318学运的两位领袖 现在他们是导国前进的发起人 林飞凡 陈威廷到现场 那么除了对于318学运来一个 回顾之外 其实刚刚他们在现场 也做了一个大忏悔 其实刚刚在广告之前 他们是对 在这次学运当中 跟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不管现在 还有没有继续站在一起的同志 来进行一个大告白大忏悔 那么当然在整个学运的过程当中 人之多之复杂 其实是外界很难以想象的 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朋友来说 能够要做到这样子面面俱造 其实真的相当的不容易 但是现在他们有另外一个组织 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可能接下来在有之前先前的经验之后 你们有很多地方会做一些调整 我相信可能会 那么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呢 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非常踊跃地来打电话进来call in 我们先接call in电话好不好 我们先接三通 台北的陈小姐 陈小姐您好 陈小姐 你在线上吗 你好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这两位吗 就是我今天看了一整年新闻 然后就是我对于 就是林飞反护他们 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只是我觉得自从 就是318的太阳花之后 就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就是对于台湾的一些社会 非常的会发生之类的 那就是导致因为现在 像今天有发生一个捷运的大人 那他也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的目标就是想要做大事 那他就是想要 或是怎么样 那我会觉得他会不会是因为 就是可能觉得你们 两位就是 有去发表一些意见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 想要模仿你们之类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你们 台湾安定的社会 在你们的那个时候 是不是你们已经 有点破坏到或怎么样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好非常谢谢陈小姐 我们大概知道您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再接下是台北的林小姐 林小姐您在线上 好 林小姐 喂你好 对对对你在线上了就是你 你好 富凡好 喂挺好 然后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在经过318学运之后 如果就是想请问你们 如果站在好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方就是对自己来讲 最大的改变和成长是什么 因为我想我听说 那个陈喂挺以前是比较冲动的 然后就是好像在学运之后 就是有变得比较冷静这样 我还是一样的 有吗 好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两位 好非常谢谢陈小姐 再来台北的赖先生 赖先生您在线上了 喂 赖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就是说 非常感谢那个 会挺空非凡 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是感谢公民的力量 那我主要有两点诉求 第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立法委员 都是一党专政 到目前为止是公民党 一党在专政 所以他执政太久的结果 就是等于说 他没有办法直接反应民意 那国民党是一个 列宁式的内在政党 所以这怎么样呢 他我们在选他们出来 他最后都是 还是听那个党主席这边 那我是觉得说 直接民权 是推动公投是最好的 那像我们何事来讲 为什么呢 要有少数人决定 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万一台湾一次 这样发生像葡萄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房子 我在台北市的房子 我的生命 我的财产 台电连这个政府 能赔给我吗 这整个台湾的生命 都会在断重 在这些少数人的手上 那第二个是福利政策的问题 为什么军公教的福利 这么的高 我的朋友 他的爸爸 他现在还是在顶八层 的薪水 他等于说 一辈子我们这些 我们不是非军公教人员 我们到底要背多少的债务 导致现在我们年轻人 都不敢结婚生小孩 以致到最后的话 等于说等于国家会断重 这个非常危险的 我想说希望说两位可以直接 谢谢赖先生 我们刚刚接了三通口音电话 我想先从第二位 这个林小姐 她的问题先开始问一下 就是她说 你们在彼此眼中 最大的改变跟成长是什么 还有说韦庭 好像片变的 比较没有那么冲动 是这样吗 非凡看好了 自己讲自己都不准 她还是蛮冲动的 例如举个例 我觉得韦庭有时候的 他的判断都算是蛮精准的 然后他的其实 我觉得他政治敏感度非常好的一个人 然后他很清楚说 在什么样子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或反应 不然说其实像 大普事件那个 对刘正宏丢邪那个事情 其实刚开始很多人都觉得说 诶 陳慧婷暴冲 对 又暴冲 那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骂说 诶 陳慧婷我怎么会暴冲 来不及逼了 抱歉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 很让大家喜欢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 他并不是真的是 完全没有思考过的 在很多的行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有想过说 在那个关键时刻 他如果不丢出那只鞋子的话 整个画面就会是刘正宏 轻轻松松松的进到 那個彭秀孫大姐他們家 然後去張森文大哥他家 所以他知道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他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我看到他的 我自己的觀察 那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們什麼改變 我覺得當然有啊 就是說不只是對他 不然對我們很多運動的夥伴 只有我們經歷過這場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點瞬間就轉大了 就是說我們以前可能 以前可能思考不太細膩 但是當面對到那樣高壓的環境 跟那樣子必須要做出 一個很精準的決策 而且在面對的是一個 他有龐大的這個國家機器 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權力跟資源 他隨時都可以把你弄垮 他隨時都有龐大的這些 不論是行政上的資源也好 媒體上的資源也好 他隨時又可以去把你擠垮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我自己觀察到 我們過去在很多的運動當中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習慣是那種 個人單幹式的角色 就是說我們可能自己揪一票的人 自己殺了就去做了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過去都比較不懂得 去怎麼樣學習 跟大家變成之間合作 但我覺得這一次過後 我覺得我們都開始慢慢理解 跟自己的同事夥伴去維持那種關係 跟大家合作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我們做的都很爛 所以我們做的非常差 那坦白講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要反省的 但也經過這一次 我覺得的確大家開始慢慢在成長 那維庭呢 在你眼中非凡有什麼樣的改變跟成長嗎 對我覺得就是成長當然有了 但我覺得那個基本的調性其實沒有改變 我在這邊要釐清一個事情 就坊間流傳一種說法 就是說那個陳偉廷比較這個老實可愛 而裡面反正就是未來的政客 但是這個對 但是這個說法呢 其實我要鄭重的澄清這樣 就是跟我已經嚴重的誤判 就是說就裡面反正為什麼會 就裡面反正在我們那個圈子裡面啊 其實是背比較多人討厭 當然大家比較不會討厭我 為什麼為什麼 對我覺得那因為 這就是一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說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聯反出面去處理非常多的事情 他背了非常多的黑鍋 那些黑鍋通常是我不想去背 然後我把他推給他 然後說這樣以後要來 然後我覺得哇好可怕 會不會講錯一句話就搞砸了 所以說聯反你去啊 對啊 或者說要去處理很多組織人跟人的關係 我真的很不會處理這種事情 反正就是很不會處理這種事情 所以就說聯反你去啊 講這種事情 所以變成說工作都在那邊 然後讓你做多事情 就很容易被放大檢視 然後犯錯這樣子 對所以老實說就是 他自然是並不是一個什麼 很趕跳回來成為政客的人 是他是一個承擔了非常多的責任 然後承擔了非常多工作的人 其實不用把我捧那麼高 那反正反而其實我是 其實我是比較趕跳 但是因為呢 我的文筆比他好 或是有時候腦袋都動得比較快 對啊 你看通常在臉書上發表長篇大論的 看起來讓大家覺得 哇好有文采的 都成為庭 就是看似比較真誠的角色 但其實我是比較趕跳的人 可以迴避很多責任 所以沒有辦法 誰叫你沒事就抱一隻熊在那邊 大家就覺得你看起來好憨厚老師 又可愛對不對 對所以 所以大家其實不要再誤解林非凡 他真的是 對我覺得他一直以來 就在那個角色都是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什麼變化 有沒有因為他承擔了這麼多的責任 或是壓力 所以導致他有更多話不敢講 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就是他的那個改變的地方 就是承擔比過去更多的事情 你們應該這段時間以來 也聽過外界成員 會把你們兩個跟某兩位前輩來做比較吧 就是當年的 我們說這個阿扁時代的 兩位當年的童子軍 有人會把你們跟羅文家 還有麥永成來做比較 你們自己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比較 沒有沒有嗎 我想一下 對 有了 我有聽過了 有 非凡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我們對那一段過去的 蠻勇神跟羅文家 當然是兩位我覺得應該算是 我們在參與過學生運動的夥伴 大家都會蠻敬重的前輩 但是我們其實對他們過去 從經歷過學運之後的那個政治的深埋 其實我們並不是那麼了解 坦白說我覺得我們對他們的了解 都還太少 所以其實這個比較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回應 對 很多人有曾經拿兩位來做比較 你知道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比較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真的嗎 你們在那個臉書上關心的不夠多 沒有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除了講到兩個人的一個改變跟成長之外 其實剛剛在我們接call in的裡面 也有一位觀眾他特別提到的就是有關於推動公投 還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一個問題 那麼其實他講到這個推動公投的東西 也就是你們島國前進現在接下來要來推動的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一超 你講一下剛剛他就講到說現在就是一個國民黨立委的一黨專政的一個時代 他們認為是這個樣子 剛剛的觀眾認為是這樣 你身為現場唯一的國民黨代表你怎麼看 都是民選的 所謂的你說一黨執政什麼的國會多數這些都是民選的 都是人民選舉選出來的 民進黨也有占國國會多數過嘛 那那個時候我是不是說一黨專政 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 那如果有咧 假設下一屆 那是不是我可以講說你一黨專政我就出於衝撞 這個都是民選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講的話就有點太偏激太過頭 因為民選出來的東西你說國會占多數 每一張票都是選出來的 那你說另外 有些還有回應剛剛那個陳小姐 有些東西我也覺得政治不能無限上綱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 大家都是在對立 太對立了 你做什麼事情我就說你是壞人 就污名化了 不管什麼事 還有那個 對不起再讓我插回去一下 比如說在學運的時候 我覺得我最沒有辦法接受 你說服貿議題 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立場 那當然你可以講你的立場 我也要可以講我的立場 這是一回事 但是為什麼要針對警察 那個時候那個新聞媒體 那一大塊全部是把警察污名化 這個我就覺得是完完全全 增加了社會對立 但是有關今天下午發生的那種事情 那個我覺得不能上槓到政治 那個不是兩位的學運跟他們的學運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因為當然今天其實我們也預期到可能會有觀眾問這樣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 確實這個社會上有一群人 他們認為說從學運之後感覺上社會亂了 我相信你們自己也有聽到這樣的一個負面的說法 任何事情有正面的評價一定有負面的評價 所以有人覺得說感覺上好像整個台灣亂了 好像我今天只要有不滿我就要發洩出來 用不同的方式來發洩 那麼你們怎麼看 就是說從學運之後到現在 這個台灣社會現在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動不動就會被挑起的一些情緒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做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繼續接聽觀眾朋友的call in 同時邀請現場的來賓來回答一些這樣的問題 謝謝 歡迎回到人民作主誰敢不服的節目現場 我是蕭童文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318學運的兩位領袖 林飛凡跟陳薇婷來到現場 那麼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出關播種的第一個種子已經播下去了 因為在前幾天5月18號他們已經宣布 正式成立島國前進這個全新的組織 我們來看看 人民當下 島國前進 島國前進 喊口號壯士氣學運領袖組運動組織再出發 因為對藍綠兩黨已經失望透定 到目前為止要求修正鳥籠公投法的呼聲 已經相當長一段時間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改變的可能 那我們將會透過推動連署 廢止鳥籠公投法50%投票率的限制 我們在近期之內就開始展開 那我們希望在半年之內就可以完成第一階段的連署 破紅行政權獨大代議政治失靈 島國前進成軍後 首要目標就是要修公投法 廢除50%的投票率門檻 不只如此繼續關心服貌和監督條例 以及正如火如荼審查的自經區等議題 我們講同時要在立院裡面強推自經區的審查 而這個自經區的審查 在黃昭順的主導的審查之下 是讓我們看到跟張慶忠的做法是如出一側 突然之間走進來唸三條 就準備要通過了 對外炮口一致 面對學運後不少夥伴分道揚鑣 公民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是否也面臨分裂危機 這個運動的目標上面大目標上面 大家其實都是一致的 其實我認為並沒有所謂分裂的問題 而是大家在不同的軸線上面 做不同的路線上面 去進行對同樣的目標進行前進 陳青梅分裂問題 選用領袖再出發拋出新議題 雖然短期內不阻擋 但仍希望用公民力量開出另外一片天 各界睜大眼睛 謝謝教國鳳三清台北報導 島國前進現在成立了 那麼25號好像就有第一個活動了是不是 對 但這個活動並不是島國前進主辦 我覺得這個叫蔡忠岳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25號是島嶼天光活動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學運的時間 其實一直都是以反黑鄉服貌民主陣線 作為最主要的團體 就譬如說現在島國前進 他們雖然新成立也加入了民主陣線 那譬如說我們之前有看到民主鬥陣 就是一些新成立的團體 目前都加入反黑鄉服貌的民主陣線 這個是在這一波運動當中最主要 因為它是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共同組合的 其實在去年的六七月的時候就開始成立了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其實在這場運動過後 一直在講說我們要出外去再做更多更多的宣傳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就是在這個禮拜的禮拜天 在高雄會是我們第一場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選在高雄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在過去習慣是在北部來看 就不含這些學運的現場也都是在台北發生的這樣子 可是其實一來是南部本來就會是在台灣發展過程當中 長期可能被遺忘的 二來是南部也確實是台灣在工業化前進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 像高雄就是一個工業化的城市 所以在當天的活動也會跟在地的一些勞工團體 還有跟一些勞動者他們做一些連結 因為我們期待的是其實在勞動者的角度來看服貿 貨貿 或者是接下來要自經去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會鎖定在之前在做這樣一個行動的過程當中 一直在鎖定的這些兩岸之間將來的一些經貿的問題 那既然講到服貿的東西 不好意思喔 打斷 因為我想要拉回來 我想要問一下宜超 這也是我們剛剛其實討論到的 就是說國民黨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反服貿 反黑箱 那但是身為在場的唯一的國民黨代表 我們一定要問一下宜超 因為聽說其實在國民黨內有一股聲音 年輕的聲音 他們其實並不是反學運 只是認為議題需要經過挑選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存在 那我覺得這不是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主流的意思 因為學運本身沒有必要去反 學運是好的 就像遊行 這是民主的一個過程 有學運 而且有學生願意去參與政治 有年輕人參與政治 當然好 我們都是年輕人 我們當然希望 所以我們沒有反學運過 學運本身是好的 我們反的是議題 像之前那個野百合那些議題 他們都是議題 沒有必要去反學運 所以我們沒有人反學運 我們反的是議題 自己中經院政府採用中經院的評估報告 他所估算出來的 在簽了符帽之後 他估算出來的 就是我們GDP會成長多少嗎 不好意思 大概是多少 你說了一個數字 我這邊也可以找得到好的數字 這是馬政府自己委託的數字 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也有很多好的數字 跟你講說符帽要通過 符帽是好的 舉兩個出來 真的找不到那個數字 因為有的話早就提出來了 馬政府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就是說他走路增加的 你現在有上網搜的話 你等一下也上網搜一下 對 當然 講符帽好的一定會有 我跟你講 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就是說好 那我把它講完 就是說 你先讓我講完 好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現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國民黨 你說我好了 我32歲 我在台灣長大 我沒有必要要賣台 我當然是覺得這個東西對台灣好 我才要 我何必要去賣台 所以一開始就是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好 你覺得那個好 當然是可以有一個數據辯論的過程 不過其實剛剛講到就是說沒有必要去反學運 其實要看議題是什麼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們現在目前看起來 其實國民黨很難抓到青年學生的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感覺上學運出來其實都是反政府 這當然是因為它歷史也是這樣 所有的學生運動其實都是反現有的政府 如果說現在是國民黨就是反國民黨 如果是民進黨就反民進黨 但我們現在要看到 回過頭來看 你們的這個島國前進的組織 雖然在記者會上 其實你們也預料到大家一定會問 為什麼你們要另起爐灶 是因為同志分道揚鑣嗎 那這個問題你也講了沒有所謂分裂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大家心裡面還是會有這樣的疑慮 那你們跟之前的訴求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我就順便來回應一下 跟剛剛call in的過程當中 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嗎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立法委員 國會這些立法委員好像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做監督 那甚至說現在國會對於行政機關 行政部門的監督 好像也顯得就是沒有什麼力量 或沒有什麼力氣這樣 那其實實際上我覺得 剛剛雖然有議操說 這些立法委員全部都是民選出來的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單純的 我們可以假設說台灣的民主 只是在投票那一刻 因為我覺得剛剛如果說這個邏輯是成立的話 那其實只要往後民選出來的任何的民意代表 我們都不用去監督他 我們都不用去反他 我們也不用對他提出任何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說法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不好意思打擦一下 那個我並不是講說民選了就一定要讓他過 我剛剛已經講了學運是好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學運我沒有反 我反的是你的手段 議題方面你覺得你的好我覺得我的好 那你覺得我們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這個訴求怎麼樣 公民憲政會議 國家有國家的法律 那你知道我們提的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大概講什麼嗎 大概有看過 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你覺得說你覺得我好 或者你覺得怎麼樣 你可以談一下這個意見 你不能夠一直跟我講說要我去配合你的意見 然後跟我講說我提了一個東西 我提了一個訴求出來 因為你跟我們談學運嘛 我沒有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學運本身不需要談 對 我們談的是服貿 我們談的是手段 那你知道我們這個學運其實還提了公民憲政會議這個訴求嗎 公民憲政會議 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全部公民去處理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回家看看我們的訴求 因為我要談這個 你有你的訴求的意見 你有你的訴求的意見 你不能一直跟我講說因為我不懂你的訴求 所以我就是錯的 對 我想我先拉回來 我先拉回來談 好好說 因為剛剛其實宜超提到說這個民選的 那所有的這些政代表都是民選的 我們可能不能夠透過去用佔領國會這樣的形式 或者說這個手段上面好像有點問題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318的學運開始 或318這整個運動 我們也不要稱它是單純的學生運動 其實它是一個公民運動 那318這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透過去佔領國會這樣的行動 去對這個馬政府施壓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了現在的這些國會這些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他已經沒有辦法代表民意 所以其實我剛剛蠻贊同 剛剛那個扣運進來的民眾所講的話 是說現在的這些立法委員 絕大多數他們現在並不是代表人民的意見 他已經完全跟人民脫節了 那我想這是在國民黨的部分 國民黨的委員是如此 但我們在民進黨的部分我們也不是沒有批判 對民進黨的國會我們也有批判 我們也認為說其實在這個服貌的過程當中 甚至說在拉到更之前的2012年的整個反媒體擁斷的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其實民進黨的很多的委員 很多的這個就是整個在野黨 他們其實在面對到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站在人民 就是離人民非常的遙遠 這到人民開始採取行動 公民開始採取行動的時候 這些朝野的政黨才紛紛發覺說 出現一個大的問題 好像現在是全民所向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他們知道等到人都站上街頭 開始抗爭之後他們才開始跟風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 我們並不是單純的批判國民黨 我們也不是單純的批判民進黨 但當然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要做比較的話 我當然認為現在國民黨掌握了整個國家機器 他擁有龐大的行政權 同時也是擁有整個國會的多數 他其實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但他沒有在做 而且他反而時常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剛剛那位朋友提到說 軍公教的這個福利好像特別的好 但我坦白講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只是把這個問題 放在軍公教這個層次上面 我們拉到更全台灣社會上來看 現在台灣的這個財富的分配 包含說稅制的問題 其實我們給富人非常多的優惠 我們給財團非常多的優惠 我們給這些 包含說未來可能要去做土地開發 要去開闢新的工業區 或是新的科學園區 我們花了多少的這個人民納稅錢 去補貼這些財團 補貼這些企業 讓他們可以去便宜的炒地皮 讓他們可以讓這個地方政府 可以透過他們的行政權去配合政策 然後去去強拆民宅 然後強制進行土地的徵收 強制進行都市的更新 都是在配合這些財團的政策 那我覺得這些這個問題 反而是更龐大的 這顯示出的是這個政府 某種程度朝野的兩黨 對於這樣子自由貿易的 或是說 開發這種發展主義思維的 這種邏輯 他們其實實際上都是贊同 那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非凡 不過非凡你剛剛講的 其實非常的廣了 已經講到了很多 其實現在很多民眾 他們對於政府不滿的聲音 其實都包括在這裡面 這感覺上已經不是 島國前進這個組織 你們所能夠做的 或是你們所想要改變的 可能沒有辦法改變到這麼多 所以很多人在問說 島國前進這個組織 它接下來會是 以什麼樣的一個形式來進行 剛剛講到了 國民黨民進黨 其實你們都有所批判 那有想要再組一個政黨嗎 這島國前進 會不會是這個政黨的基石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聊 人民做主誰敢不服 今天請到現場的是 島國前進 現在他們希望是用這樣的一個名稱 來稱呼他們 島國前進組織的兩位發起人 就是林非凡跟陳偉廷 那麼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其實他們說到 在整個過程當中 對於國民黨當然是不滿 可是對於民進黨 他們也有所批判 所以講到了會不會再組 另外一個政黨的可能性 會不會島國前進 其實就是一個政黨的雛形跟基石 有沒有可能非凡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去朝這方面去做想像 或是規劃 那我真的坦白說我覺得 我們當然都期待台灣社會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所謂 無論你願不願意稱它為 所謂第三勢力 但是我覺得一個有別於 現在既有的這個朝野兩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之外 我們期待有一個新興的 或是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以公民社會為基底的 真的以民意為基底的 一個新的政治力量 這是當然是我們所期待的 但對於島國前進這個組織 其實我們目前為止 還沒有去做這樣的想法 因為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提出來的路線 其實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那天在記者會上 也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我們認為 現在是一個以社會領導政治的 一個新的路線的開始 那其實坦白說 這個路線也不是什麼新的路線 這路線是長久以來 台灣的公民社會在經歷過 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 街頭的抗爭 那各式各樣的這種公民行動 其實已經這樣子一個社會氛圍 已經醞釀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而且它是有它的整個歷史的脈絡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當然期待說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第三勢力 但是對我們而言 現在現階段 我們至少導國前進這個組織 或是說我們這些 之前參與過318運動 或是說先前一些 大家小小運動的這些朋友 我沒有辦法替其他人發言 但是我覺得就現在的狀況 我自己會認為我們現在最適合做的事情 是繼續的去捲動這個社會的能量 繼續讓社會上這些願意朝向政治改革的 這樣的一個進步的力量 能夠大家集結在一起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 會成立到國前進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接下來我就想要請教一下宜超了 因為其實就像你剛剛所講到的 對於學生運動這個事件的本身 其實以你個人來說你是不反對的 那麼現在看到這樣的一個 導國前進組織成立 你又是什麼樣的看法 你樂觀其成嗎 我非常樂觀其成 我覺得每一個都會有所謂的 這樣剛化 一個政黨 任何一個政黨都需要新的聲音 任何東西都需要新的聲音 所以導國這個都有成立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聲音很好 我並不覺得是一種 你說那個有關什麼民進黨 那個我不認為這個學運啊 什麼島國啊 有什麼民進黨在後面弄 這是我個人想法 我並不認為 但是相同理念 那是相同理念聚在一起 那是我覺得是有 但是我並不認為有民進黨在後面 所以他們這個 島國前進這個東西 如果可以弄得好 對國民黨民進黨都是一個好處 都是一個新的聲音 對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衝擊 一個刺激 那我們想知道 就是到底刺激到國民黨什麼 我們看到昨天馬總統其實對於學運 他還是採取一個非常強硬的態度 那如果今天國民黨想要爭取一些 青年朋友的認同 因為我手上有個資料說 其實馬政府也說要成立青年顧問團 希望能夠找到一些35歲以下的青年 來參與一些政策的制定 您覺得現在國民黨在做的 是朝這個方向嗎 國民黨一直有在朝這個方向在走 但是成效如何 大家都有看得到 那我相信馬英九總統 他應該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看到學運這個東西以後 他知道說年輕人聲音是應該要發出來的 所以他會成立這個東西 希望能夠揮集一下年輕人的意見 增加年輕人的講話的音量 我是樂觀 當然也是希望樂觀幾成 當然島國前進有這個東西 那我希望國民黨的青年顧問團 也可以往好的方面發展 能夠發展下去了 但我們就要來回過頭來看一下 昨天是96週年馬總統 那麼其實在網路上當然有很多這樣的聲音 覺得哇還有兩年的時間 那麼以這過去六年目前看來的一些狀況 很多人感到相當的憂心 那包括在同一時間 瑞士的洛桑管理學院也公佈了全球競爭力的排名 台灣排名已經是連續三年倒退了 那麼宜超 其實還是要各位齊主嘛 在這一點你覺得馬總統他身上所背負的這些罪名 對他來說不公平 現在這些同學們現在這些年輕人 對於國民黨的一個批判 其實是不是齊來有自 真的是有道理 我相信經過學運以後兩位應該也知道 其實要做一個領導人沒有那麼簡單 他是有他的 你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完美的人 你需要聽大家的意見 你要聽這邊有那邊 然後他們那邊自己有不同的意見 你要站在哪一邊 你要幫助哪一邊 都會有他的問題 都會有他的旗艦出現 馬英九總統他的施政 好不好 這是大家決定的 台灣社會決定的 那你說洛杉磯管理學院的一個 也是一個數據啦 也是對馬英九總統的一個警惕啦 就是跟他講說 有這個數據出來 是跟你講說你施政 可能在某些方面你需要改變 那我覺得對他是一種警惕 對國民黨也是一種警惕 表示我們沒有做好 那我們就繼續努力 也有一些數據是對我們好的嘛 所以都是有 所以對我們好的拿來也不要高興太久 就繼續努力 對我們不好的拿來做警惕 繼續努力 所以好 之前講到了一個做一個領導人 其實不是很容易 其實經歷過學運到現在 非反安危庭也知道沒有這麼容易 那麼剛剛我們說整理到網友的 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在總統的高度上面有很多事情喔 他確實很難處理 例如像這一次的反核 那麼林英雄先生 他是以比較激烈的方式 來做一個抗議 後來也看到了 確實他有得到了某種程度上 我們認為是有效果的 但如果今天你們是馬總統 碰到這樣的事情 你怎麼處理呢 我覺得就是說直接問說 如果碰到人家絕食 如果我是總統怎麼能處理 我覺得問題不應該這樣問 我覺得應該說 我覺得那個我的做法應該會是說 要怎麼讓做到讓我的人民 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抗議來表達訴求 林英雄先生之所以要絕食 這樣抗議來爭取這樣的行動 事實上是過去幾十年的反核式 廢核這樣的行動 包括說過去幾年的這種廢核的行動 多少人上幾十萬人上街 都得不到回應 換來一個鳥籠公投 最後還是要安插藍料棒 這樣的準備的作為 一連串坐下來 逼得人民不得不用這樣的行動 所以如果問我的話 我問說那我會想 如何讓我的人民 不需要這樣的抗議 能夠快速得到回應 那還有另外其實剛剛也提到的一個 雖然剛剛吉吉超也有為你們講話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在318選運之後 整個社會亂了 台灣社會亂了 正面的聲音當然是 我們公民意識抬頭了 你們把不敢過去 就是學生冷漠 對政治冷漠的詩 這種熱情又再度挑出來了 但是其實也不可否認的 到後面有很多的事情的發生 其實並不是你們原先所預期的 包括有很多路過很多的癱瘓 這可能都不是你們所預期的 甚至有人現在就會把整個社會上的一個亂象 通通都歸到了 就是因為亂嘛 年輕人覺得我有什麼不滿 我就可以站出來抒發 那麼當然直接畫上等號是不公平的 但你怎麼樣面對 因為這樣的一個聲音其實一直都存在 這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會對於你們接下來要推動的事情 會有一些阻力 因為大家可能會用比較負面的眼鏡來看 那你怎麼來看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一個很重大的迷思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想像說有一個安定的社會 一個充滿秩序的很穩定的社會 但實際上我們從頭到尾 很多人在強調所謂的安定跟秩序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沒有去仔細的去看待 台灣社會裡面到底有哪些 就是在這個華麗的秩序 就是很安定的秩序的這種表象底下 到底有哪些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根本就沒有被去面對的 那包含說其實 這其實反映了心態 包含說我們對於執政者其實相當的寬容 只有很多的 台灣社會過去習以為常的一種思維 就是我們對於執政者 對於有權利的人 我們非常的寬容 那我們寬容到什麼樣的地步 我們不會去細就他們 在這段時間之內 馬總統執政了六年之內 他到底有哪些具體的政策 從頭到尾都沒有回應過 人民幾次上街頭 為了同一個單一的議題 上街頭多少次 多少人次的抗爭 而馬總統一句話都沒有回應 然後包含說 先前在反媒體統壟斷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聽到說 比如說舉這個教育部長江偉寧的例子 他當時候在面對到學生的 去行政院抗爭的時候 他說這個只要是學生抗爭 他就會去關心 但是真正的實情是說 在教育部前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同學 他們每年都因為各式各樣的議題 不論是學費的議題 還是這個就學貸款的問題 那還是說是這個學生權利的問題 這經歷過好幾次好幾年 每年都去讓教育部前面 開記者會抗爭第一層情書 從頭到尾沒有一次看到教育部長 親自站出來去面對學生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政府的整個思維 就還是持續 他想掩蓋這些事情 他不想正面回應這些事情 而台灣社會的迷思 我就覺得 我們不應該這麼盲目的 去相信這個政府 好像他所 這個華麗的安定的表象 好像一切都沒有問題 好像只要有人出來抗爭 就造成社會的動亂 我們反過來應該問的是 就如同我們必須去問 所有人上街頭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我們必須很仔細的去細就 到底為什麼政府會把這些人 逼上絕路 為什麼政府會把張聲文大哥 逼上絕路 為什麼政府會把這些 這個勞工朋友 逼上絕食的道路 為什麼全國觀察工人 連線的朋友他們要透過絕食的方式 握軌的方式進行抗爭 那為什麼華龍工會的這些阿姨 他們必須要這樣走百里 然後從苗栗一路走到台北 來進行抗爭 這都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但是我們在一個所謂安定的假象上面 我們從來不會去細就這些問題 那這樣子積壓已久的不滿 才是爆發出 這是人民反抗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這個社會的亂象 或是社會的不安定 真正的歸根就底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本身 並沒有要去回應這樣的民意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 當然講到的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簡單一句話 覺得政府麻木不仁 就是這麼多年以來 一樣的事情 大家上街頭 可是沒有收到一樣的回應 所以最後爆發了 類似像這次的反服貌黑商 衝進立法院的這種狀況 但是現在你們還是試圖拉回來 拉回來走一個比較正軌 我們可以這樣講 所以你們成立了島國前進 島國前進 你們第一個要關注的 就是公投法門檻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實際能做到一些什麼 怎麼做 那麼國民黨接下來 又要怎麼樣來正面的回應 島國前進 他們即將要提出的這些議題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人民做主誰敢不服 節目現場我是蕭童文 今天在現場的來賓 林非凡陳偉婷 有很多觀眾朋友 不停的call in想要問他們問題 我們趕快來接三通call in 台北的周小姐 周小姐您好 你在線上了 是 你好 我想表達就是 我認為台灣的政府的體制 已經爛掉了 那也就是說 現在不管是誰當總統 也不管他今天有講了什麼話 那個是對的或錯的 反正就有執行的體系 這個體系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已經成立了 那這些體系就會去執行 他所講的的話 不管他講的對或錯 所以呢 這個政府就是管太多 又拿不出具體的政策 讓我們人民非常的感到很茫然 這是第一點我要講的 第二點就是我呢 鼓勵那個學運的那個林非凡跟陳偉婷 那我希望呢 就是他們以後不管是主政黨 或者是有什麼勢力 或者是什麼島國島國什麼的 那我希望他們呢 就是維持現在的一貫的這樣子的精神 不要像以前那些政客 一旦得到一些權力以後 就整個腦袋全部都換掉 我跟我的朋友 我的先生都會支持你們 只要你們一直有這樣子的 這個很正確的想法 我覺得我會支持 非常謝謝周小姐 非常謝謝周小姐 你們要主政黨 現在已經周小姐這邊有一票了 好 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您在身上了 歡迎 OK好 大家好 我有個人理由以下幾個看法 第一個當然首先我想我很感謝這個 非凡 韋庭還有所有參與學院的這些學子 他們做了我當時那個年代沒有做的事情 起碼是站在為 不要說為我們台灣人民所有的一個利益來監督政府 那我也想鼓勵他們 永遠保持這種赤子之心一樣 不用去包裝 不要說誰比較尖巧 誰比較天真 那我想就用你們很真誠的心 我記得有一個 有一句話就是 你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是 永遠站在反廢者的立場 來監督執政者 不管是誰執政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 也是我們台灣最欠缺的 那第二點是 我想跟那位國民黨的一個代表的 青年朋友也講到幾句話 我是西聯的一個國民黨員 那我想很多東西 可能參加政黨的人 可能都有他的某一種目的 那當然我也很高興 剛才你講了一些 你贊同一些 可能不管組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政黨來監督政府 這是你贊成的嘛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一個東西 都看成是一個站在對立的狀態 舉例來講好 就這樣反服貌 我想不是沒有人去反對服貌 經濟就是人與人之間活動 大家都要走出去 那沒有人去反對 這不是決策的過程 說實在的 若不是這次學院 有多少人不知道服貌的一個內容 大陸說召開幾次公聽會 公聽會有誰知道 我想請問你搞不好 你都不一定有 你當然可能是一個代表 你可能知道 你身遭周遭的朋友 我想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另外來看 我們也不是站在一個反對馬總統的一個立場 但是他做的 我只講講舉兩個例子就好 第一個 紅仲球的事件 馬總統說完定了 現在咧 他常常講話講的就是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找落 油電雙敞問題 這個造成物價這個通膨的問題 到時候我們這個江院長說 非常謝謝李先生 非常謝謝李先生 他說他是失聯的國民黨員 好接下來新竹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在線上 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我這邊有幾點想要跟大家講 順便跟那個 維定跟非凡這兩位 我們這世代的那個青年領袖來說一下 有三點 第一點是 我是大概是三十幾歲的 那人稱沉默的年代 以前我們對政治有熱情 但是政治讓我們太過的失望 所以我們沉默了好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要謝謝你們這些學生 重新攔起我們對政治的一個關心 跟關注 那我們未來 我們在行動當中 也會一直支持的 好 第二點是 未來這個島國有許多的行動 那我們其實非常的期許你們 可以更加的細膩 不要把這些社會的議題 政治議題變成操作 或者是被操作 像現在的大人的世界裡面的政治一樣 好 所以最後一點是希望你們 莫忘初衷 我們把所有的期許跟期望 跟責任加在你們身上 我們知道你們壓力很大 但是我們都會是你們的後盾 那請你們也要莫忘初衷 謝謝你們 好 非常謝謝黃先生 其實剛剛聽完這三通的抠驗 我相信在場的幾位學生代表 他們應該很感動 因為其實大家對你們都有所期許 對你們也都是贊成肯定的態度 但是他們也通通都提到了一個 共同的擔憂 希望你們不要變成像現在的政客一樣 等一下回來 我們回應一下這幾位觀眾 以及其實很多觀眾 他們共同想問的問題都是這個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知道 歡迎回到人民作主 誰敢不服的節目現場 我是肖童文 剛剛接通的幾位來賓 其實對於你們都有相當高的起始 那麼不管是對於你們過去這段時間 為了民主所做的努力 或者是島國前進這個組織 對你們未來希望你們能夠達到的一些目標 但其實大家都有些共同的擔憂 就是很擔心 現在年輕的你們會變成未來現在的政客 怎麼看 韋婷 千萬不要相信我們 不會變職 千萬不要相信 永遠質疑我們 看到我們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來質疑我們這樣子 對 就是千萬不要期望一個人不會變職 就不要說如果是一個就是 我可以跟你講說我不會變職 但是這個連我自己都不會相信 因為永遠沒有人知道說 所有人走在政治正好路上面的人 或是做社會運動也好 永遠都必須要接受檢視 這樣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保證我不會變職 待會讓大家持續來監督我們 對包括說就算我們在社會運動上面 我們沒有辭職拿到什麼政治的權利 可是也許我們有一些發言權 那希望大家持續的監督 甚至這一次運動過程當中 把我們兩個碰到好像是我們是 好像多神聖 然後把我們兩個的過去很多事情 把它美化 甚至說我們現在任何的小動作 好像都可以把它用一個很美化的方式去報導 你們有哪些事情被美化了 告訴我們好了 搞不好我們有事情 好問題喔 對啊 有哪些被美化 我覺得很多啦 比如說其實我們 我們並不是沒有瑕疵的人 我們在很多過程當中 抱歉這次運動過程當中 很多的抱歉說 剛剛大家都談到了 我們很多事情覺得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其實在美光燈前面 在媒體前面 或是在一般的民眾裡面 大家其實並不會看到這些事情 那如果大家也不會去 用這樣的標準去檢視我們 可能會把我們放在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某種總統未來的 什麼政治明星等等之類的這樣想像 但我覺得千萬不能夠這樣 繼續這樣子想像我們 或看待我們 因為真的要避免腐化 或避免我們走上這種墮落的道路 最好的方式就是現階段開始 就是每天持續的監督我們 對啊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式 對啊 那回過頭來我想說 就是我們為什麼也會強調說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足夠的完善的一個 所謂直接民權的機制 這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其實我們不能夠單純純粹的 相信這些代議事 我們也認為說現在代議政治 代議民主有所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要求說應該要 要有一套直接 人民直接當他做主 落實直接民權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公投法補正 所以為什麼我們島國前進會要求說 我們接下來要推動一個運動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下修 而廢除公投法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讓鳥籠公投法 從台灣公投法的修法過程當中消失 變成是一個真正能夠落實民權的公投法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你們在525的現在的 是你們島國前進的第一個活動嗎 對不對 就是說 它其實島國前進就是其實在這個禮拜正式加入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成員 它是一個各個NGO的集合 所以大家會說我們是不是分裂 但其實很多新成立的團體 大家其實都在這個大的平台上 所以525的活動裡面也會有你們昔日的同志嗎 理論上是會有的 對 邀請大家一起來上台講話跟擺攤 那島國前進現在也參加這一次的晚會 那我們會在當天在高雄的時候 就有第一場的募集連署的行動 在下午4點開始 在晚會開始之前 就會有一個這樣擺攤 修正公投法的公投連署的 對 還會有一個是這個服貿跟那個貨貿 還有自進去的一個社會衝擊的調查團 兩個活動的志工的招募 對這個活動都會有這樣子 其實剛剛其實非凡我一天有提到 他們覺得說要持續監督他們 可是我覺得更進一步 其實是剛剛非常多朋友都很期待啊 將來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可是我們更期待其實是更多人 一起來佔領政治這件事情 5月25號就是某種程度是你出來 除了監督之外 其實更期望是每一個人出來可以站來 這個政治行動 在50萬人上街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清楚看到 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並沒有一個代議士可以代理這50個人 這兩個人也沒有辦法代理那個50個人 而是每一個人是要代理自己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來參與政治 來佔領政治 這樣才有可能更有機會 你們現在希望的一個 就是大家的一個公民覺醒 就是對於政治有更多的投入 但是講到政治喔 這確實是一個政治 講到政治我們又要講到就是 雖然你們覺得現在代議政治失靈 但是眼前馬上年底 就一個選舉了 那麼其實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們在這一次的318選舉之後 其實你們已經身上有所光環 不管你們喜歡或是不喜歡 很多人都會來看 你們會站在哪一個人的旁邊 之前柯文哲好像有邀請兩位 呃當發言人嗎 那兩位婉聚是不是 並沒有一個 所以我們並沒有收到一個正式 就是來自就是 柯文哲辦公室的一個邀請 對那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不斷有很多媒體 在報導這些事情 但實際上是沒有的 那我覺得年底的選舉 其實也是當然也是一個 相當關鍵的議題 因為包含這一次 其實我們在面對到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或是福茂本身 或是資金區 特別是資金區 那資金區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這一陣子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非常非常多南部執政 執政首長 包括說是民進黨的一些執政首長 他們其實最近對於資金區的表態 其實讓很多人 讓很多人是覺得很懷疑的 就是說實際上我們對於資金區 現在大家已經提出了很多的質疑 包括說資金區的內容 它實際上是對於未來中國資本 服務勞動力都大開後門 甚至說對台灣的農業 特別是南部農業縣市 會造成很龐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南部的這些執政縣市的首長 去面對這些議題 然後仔細地回應大大的疑慮 而是對於資金區的議題 他們是採取一個 某種手上是一個 相對支持的態度 那我覺得這是未來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很多南部的就是 綠營這五縣市的首長 其實他們也遭受到一些質疑 跟反對 那我想問的就是 大家比較想問的 我們能不能夠有所期待 在年底的選舉之前 你們會站在任何一個人的身邊嗎 我無法跟 就是確定告訴他說 我可能會站在誰的身邊 但我可以告訴他說 我不會站在誰的身邊 比方說 我不會站在連勝文的身邊 雖然我旁邊這個人 長得有點像連勝文 但是呢 我不會站在連勝文身邊 那這裡有我其實在我自己臉書上面 講過好多遍 然後連勝文他必須要去交代 他跟他爸爸一起去會見習近平 一個朝貢的這種政商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攤在陽光下給大家解釋 那比方說我不會站在劉正宏的身邊 我也不會站在劉正宏的接班人 徐耀昌的身邊 要選苗栗縣長 跟著劉正宏一起 然後這些所有的相關苗栗的政策 一貫的跟著劉正宏的路線 徐耀昌我也不會支持你 這是我現在可以講個可以確定的事情 謝謝大家 那如果另一方面 你們剛剛講到 其實都是國民黨的這些候選人 那某種程度上 大家還是會認為說 你們會比較站在民進黨的候選人這邊嗎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 我們對民進黨的候選人 其實也有非常大的這個懷疑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 我覺得像我在台南 那接下來就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是關於這個台南鐵路地下化的事情 爭議了非常久 而這邊的居民 他們其實在沿線的居民 很多都是以前民進黨支持者 而且是民進黨的黨員 那其實我覺得賴清德市長 他現在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 跟他未來要怎麼做 其實這都是大家在關注的事情 那所以我想這整件事情 我們不管未來大家的立場是怎樣 但是5月25號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機會 就是展現